文字幕製作人 李宗盛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你聽過世林王家的都更案嗎? 就是都市更新案件 在這邊 前面直走五分鐘 有一個一直被抹黑為叮子戶的一家 從頭到尾都不願意做都市更新 但最後卻因為法律 他必須要被強拆的一個案件 就是你可以參考一下 就如果你趕時間的話 就是可以瀏覽一下上面的資訊 就是他們家 他們家從頭到尾都覺得 他們不要參與杜根 但是因為很多 中間很多程序的關係 他們必須要被強拆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邊 為什麼要在這裡 為他們發聲 為他們抗議 是因為 今天如果這一家可以拆了 那以後我們每一家都可以被拆了 因為他們其實很正當心 因為他們從頭到尾都說 他們不參加 可是在他們還沒有答應的時候 建商已經把他們家那塊地 上面的預售屋賣掉了 這很不合理 中間有很多就是法律漏洞 然後這個法律本身就是 都分法律36條也很違反人權 為什麼你憑什麼可以強拆 我根本就不接受啊 我不同意啊 為什麼可以強拆我們家 我現在心情還是很平靜啦 雖然是說他兩點要來拆 我 嗯 順喜自然吧 既然 跟郝龍斌這樣子來對待我們這麼不公平 我也沒責啊 台灣第一個案例 第一個案例 政府動用警察怎麼樣去侵犯 去用開推土機怎麼去壓過 這些擁有私有土地 私有建築物 的一個善良老百姓 為了我們的家園 不怕讓人和犧牲 反破千 為了民家的勝利 為了民天的勝利 事實抗爭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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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殺殺 我們在國內 太窮了 不要亂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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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是一個發光手法的動作 將來 將來來講沒有意義 今天假如說 你們這種行為 我們到過瓦輪直播裡面 所有的社會大眾會瞭解到這件事情 他會為我們做主的 到時候 我看 社會大眾 要質疑的是我們政府的公信力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也覺得 我們的警察 我們就要民國 民國的指揮團站出來 我們的空人 我們的百姓 我希望你們把這些挑戰 前面沒有人 當時 報名守候 將採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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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拆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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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受害者 勇敢站出來 為了我們的家人 為了我們的家人 不怕任何欣賞 反破千 反破千 真名的 我們同志們 為了明天的勝利 為了明天的勝利 事實抗爭到底 為了明天的勝利 事實抗爭到底 散散散 Вы 哪裏 一定能 佛 你 重點 女 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